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我的粉丝之间的一个互动 我第一次在录节目 把自己录哭也是 在超级访问上 静姐和戴军哥 把我给说的事 他们请来了我的老师 因为那个时候 跟老师有一些小小的误会 然后就通过了这个节目 然后我们解释了那个误会 我最喜欢超级访问的静姐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当时一走进演播室 因为两个主持人都是老朋友了 那种快乐和欢迎的氛围 让我一下子就觉得 特别地放松 像回家一样 虽然被刁难 虽然被逼迫地做各种事情 但是感觉很舒服 静姐跟戴军哥 都是特别亲切 特别会照顾人 最喜欢的就是两位主持人 跟他们在一起 你可能会很不自觉地 就把你自己平时藏在心底里 都想都没想过的一些 感受表达出来 我觉得找我找得太少了 我觉得应该一年起吧 是吧 我跟静姐这么爱她 应该一年怎么要来个五六次的 有一次李静做一个采访 她说她所采访过的人当中 我是最难采访的 这是我最不喜欢的 在那个大屏幕上面 看到自己以前 那种刚出道很蠢的样子 经常会弄一些突如其来的 这样的嘉宾 或者是一些完全记性的安排 然后印象当中是 在录制的时候 他们还叫了我的母亲来到现场 所以那一次搞得还挺感动的 我还哭了一鼻子 但最喜欢的也正是因为 这些特点才会促成 一期又一期非常感动和精彩的节目